香港與內地政策的猜疑 而到今天亦有很大的變化 有《基本法》推廣都道委員會兩位成員 跟我們說說第37條 張俊悠空和李浩然 《香港居民的婚姻自由和自願生育的團利受法律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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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鞋政策》已經是多久之前的事 《一鞋政策》根據招在1979年 所以我們經歷過 浩然是沒有 我們經歷過由非《一鞋政策》到《一鞋政策》 現在又經歷了《一鞋政策》改名 其實就是《二鞋政策》 當時在國內 因為人口的膨脹很嚴重 所以過去一直都是用家庭生育的方法 以前我記得國內都有結婚自由 其實是有結婚自由的 但是生育自由是有控制的 首先你不能先選擇性別 你最多是一個小孩 這是一個大的政策 但是後期已經慢慢變了 有些地方好像大的城市 其實如果你是獨身子女 即是父母都是一個 即是鞋政策之下的產品 其實他們已經可以放寬了 在國內為什麼這麼重要呢 因為如果你是多了小孩 資源上高 國家沒有那麼多資源給你 你不是不可以選擇的 你可以選擇的 但是是罰錢 沒有戶籍 香港的情況是靠家庭計劃指導會 我還記得那時候 大家還記得那句口號 當集體回憶 一個嬌嗎 兩個苗 三個吃不燒 四個斷淡挑 還有一個是兩個就夠數 後來兩個就夠數 生兒也好 生女也好 兩個已經夠數 然後還要再唱下去 無謂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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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到爭人權年代又不同 當然 三個 他定了 他定了是三個 老實說 現在你找一條淡挑 你哪有找一條淡挑 還說他理解什麼叫斷淡挑 現在反過來 希望大家多生一些 希望每家人生三個 因為香港的生育率幾乎是全世界最低的 老實說不只是香港是這樣的 新加坡都是很鼓勵那些城市人生育 因為他們都有人說這是陰謀 因為發現農村的新加坡人膨脹得很快 然後城市的新加坡人的生育率很低 於是政治取態選票有些不同 新加坡人膨脹也很奇怪 我不知道你們知不知道 他們會在報紙賣廣告 教兩夫婦怎樣行防 會否鼓勵你行防 報紙會 在香港可能會覺得 為何變得行暴 但原來是政府賣廣告 教你怎樣行防 又去到那個 我覺得是挺極端的 如果政府賣廣告 教兩夫婦怎樣 晚上行賣 這件事都挺奇怪的 浩然你說現在的二孩政策 那個想法是怎樣 人口紅利有很大的變化 其實當時70年代 正式的名字叫計劃生育 由無限制到一孩 到現在二孩 補充Thomas剛才說 都有一些特殊的政策 如果夫妻雙方都是一孩的話 其實已經早就開放了 如果再婚 又或者小孩有疾病 甚至父母有殘疾 其實都是可以放寬 但這幾年內地也開始放寬 原來科技進步 在糧食等方面都有能力 便開始開放 無論是否夫妻雙方一孩 都可以每一對夫妻都可以生兩個 已經在改變 婚姻自由會不會是 因為和生活有關 都放在這條路上 這是一體的概念去處理 當然內地的一孩政策 都會衍生其他社會問題 例如大家經常聽到 一比六問題 即是父母 然後父母的父母 六個人就去 對著一個小朋友 令到他變了孩子王 香港現在的生育率這麼低 都可能會出現這種情況 所以也有機會被人覺得 會不會小朋友太過生慣養 我想整個人口政策的問題 香港現在都是朝著 希望可以多一些年輕的勞動力 但是生得來也有時間搞 也有時間養 人口勞法繼續會跌下去 這是全世界都面對的問題 所有發達的經濟體系 現在都面對人口勞法的問題 當科技一號先進 人的生命是越長 問題會更多 問題會更多